OK,那再来的话呢,刚刚提到有关就是说部门 比如说我今天希望在这边多一个部门 各位可以看到这个地方这一题就很困难 就是说呢,比较难的地方就是说 如果你今天假设要把部门的讯息 因为它实际上是这样,有点像是 1,2,3,4,5,多一个 刚刚是1,2,3,4,刚好都纵向 这个有点像是先横向两个 再纵向 再纵向三个 横向两个 再纵向三个 哇,那这样就很麻烦了 如果你今天假如说遇到像这样的问题 如果你不是用VBA来写的话 你是用Excel里面函数,基本上应该是办不到的 那首先的话怎么做 第一个我们把这边再插入一栏 OK,然后这一栏的名称也许我们把它叫做部门好了 OK,也就是说呢 刚刚的逻辑在这边其实行不通 刚刚的逻辑基本上 如果你现在执行的话 它便会跑这样 乱掉了 所以我把它清掉 清除的话可能也是要改一下 这个清除的话 我们清除的范围 基本上就是D2不是到D9 到H9了 所以这边的话呢 把它改成H9 里面等于空的H9 好,这个 那底下 因为刚刚清楚 我看这边 画线的话 其实这边把它画一下 让它整齐一点 这个线本来没有线 然后常用里面 这个框线把它改成所有框线 那这样框线都有了 OK,好 可是问题来了 那我要怎么样刚好 当然ROOSE时间这样抓应该OK 因为我等于是插入一栏 那所以顺序一定变本来是4567 本来是4567 现在变什么 5678 那所以呢 刚刚的程式 如果我要修改的话 变成说呢 几个方法 我们用K 好呢 还是用这 那你们可以取舍啦 不过我个人还是 比较倾向用K的方式 所以这里的话 我把它改回来 改成用K 好了 这个人士分栏 Ctrl C 那当然将来 如果你假设 程式一直写有问题的话 我建议你干脆 直接先拿我的来 来参考好了 OK 好 然后呢 这边输出啦 K的话 理论上这样输出不对 应该是 本来是4到7 变成把它改成5到8 5到8 OK 知情一下 OK 好 那没问题 可是问题 部门怎么做 这个部门的话相对的 比较麻烦 也就是说呢 我要抓资料的话 原来是这样抓 抓 抓 变成说我现在要变成说 先做逻辑判断 判断什么呢 判断如果说 它有几个讯息 什么几个特征 那我想到了它几个特征 第一个 就是说呢 我现在的那个 所以在哪个地方下逻辑 在for回圈 forJ的下一行 那我习惯上按Enter 按个Tab键 下一阶 如果 诶 什么情况 至少有两个情况 两个条件如果发生的话 那应该就是部门的 那第一个条件就是说 如果 它是 二 跟这样 应该是这个 这个范围里面的第一列 这个范围的第一列 这位外面的列是第二列 这是这个范围的第一列 1 然后呢 底下的话呢 跳一列 等于是每跳四列 那我要抓这个的话 那请各位想想看 有没有什么方式 比较简单 可以直接把它抓过来 当然不是叫你用Ctrl C,Ctrl V,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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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 这个地方的话 请各位也许可以想想看 有没有什么方法 第一个我们已经把后面这几个抓过来了 但是部门要怎么抓 部门很麻烦 它是跳着 每四个跳 有没有 每四列跳一个 四列跳一个 可以把这个放在这个人事部 这个业务部 诶 那怎么抓 那请各位先想想看 待会我们来看一下 如何把刚刚的程式做个变更 条件 那这个条件就是部门 这个难度其实是相对比较高的 所以如果假设你一下子没办法听懂 没关系回去再想想看 当然就是不要突发链钢 不然的话你突发链钢 真的永远做不完 那怎么做 首先第一个 我们要改的地方大概几个 我们来逐一来看一下 第一个的话就是范围 范围的话就多一 输出的蓝本来是5到8 那这边可能要多一个部门 就是4 4的话指的蓝就是部门 ok 那第一个呢 那我们就执行 不过执行的话变成说 它会乱掉 变成说这边有1234 要放5蓝 那不对 那变成说它变成说 会把这个4个跳这边 然后在后面接不对 所以哦 我们要先输出 部门就ok 那怎么样输入部门 我想到的方法是这样 这边下个条件 如果 如果什么呢 if 什么样的条件呢 就是我要输出的是这一列 那这一列怎么知道这一列 这一列的话就是说 我们可以用那个mode 一般是用k减掉2 减掉2的话呢 实际上它本来是2 减掉2就0 0先减 ok 减完之后的话呢 再除以4的余数 是不是等于0 okmode mode4的话呢 指的是除以多少的余数 等于0的话 意思是说 它的余数为0的话 那表示说呢 我减掉之后 它表示说它就是指的就是第一列 跟1 2 3 第5列 然后呢 再来就是第9列 也就是 就是我要抓了资料的列数 第一个条件 而且 and 第二条件 最一定要是第4栏 最等于4的话 值得就是说 我要是在第4栏的时候 那空一个 然后 ok then做什么呢 enter两下 那我习惯打个else else的话就反之 反之 就做原来的事情 什么是呢 就是这两行 有没有 原来就做这两行 按个tape键 下一接 然后呢 在他下一行做什么呢 打个end if end if 就是结束逻辑判断 那也就是说呢 这个是原来输出的这四栏 也就是说 原来假设输出 入职时间到电话号码 那就跑这边 那如果说呢 假如它符合这个条件 这个条件指什么 它是这一列 而且它是第4栏 那表示说呢 我就要入职 把人事部放在部门的位置 可是要怎么样 把人事部放在部门里面 特别注意哦 我们一样 把sales ID的追栏 这边 这个指的是 我现在要输出的 那个储存格位置 那等于什么呢 等于 特别注意 我们本来是抓 那个什么呢 B栏嘛 所以你可以拿这个来复制 等于什么呢 等于sales K列 OK K列 把B栏 改成A栏 指的是 不是这一栏 我要抓前面这一栏 A栏 但是这个K呢 这个数字很 很关键 这个数字的话呢 特别注意 我们基本上 一样就是 它 假设预设是2的话 那就A2 所以哦 第一次的话呢 基本上就是抓到什么 抓到A2 所以把A2里面的资料丢过来 好 那当然下一个的话呢 下一个的话 指的是这一个啦 这个你会发现 它有没有符合这个条件 当那个K 因为K还是 怎么样 K还是2啦 所以这个条件逻辑 还是为true 可是后面呢 J 因为J这边 后面等于4 下一个之后的话呢 就变5了 所以呢这个条件不为true 所以这个不为true的话 那就跑下一个 OK 所以理论上 只有什么 只有 他是第四栏 而且 他的那个什么呢 他是在这一列的时候 他在输出部门 好 那我们做完之后 其实我刚刚程式 只有增加一个逻辑判断 那结果呢 到底 是不是我们要的 我们来看一下哦 接下来的话 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我先清除好了 最后跑一下 OK 那各位可以看到 部门 OK 没问题 我们要的也没问题 清除 OK 那当然你想说 老师这跑太快了 我可不可以逐一来看 当然我是建议 前面有跟各位讲过那个 除错的一些技巧 如果将来 假设你希望一行一行跑的话 那你可以怎么样 可以在这边按F8 F8 执行的时候 不要直接按上面的执行 如果按F8的话 他就一行一行跑 那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只要跑过之后 游标放在变数上面 他会显示变数里面 目前的值是多少 目前K等于2 I等于2 然后呢 J等于多少 J等于4 所以呢 这个条件是不是为True 第一个条件 为True 第二条件 J等于4 也为True 所以呢 AND呢 记得 两个都要为True才为True 所以他先抓什么 把A2里面的那个 部门名称 帮我抓过来 所以人事部 那再来下一个 NASER的J 你会发现 J现在加了1了 NASER 会有加1的动作 把J加了1 再放在那个J里面 然后你会发现 这个条件是为True 前面这个为True 可是后面这个条件呢 因为J等于5了 所以呢 5 有没有等于4 但没有啊 所以没有的话 会跳哪一个 下一个 有没有 所以他就做 刚刚应该做的事情 K一样把它加1 那当然如果你按F8 OK了 你觉得没问题的话 那你就可以直接按上面执行 他就帮你全部跑完了 那当然如果你觉得 亦由未尽 觉得好像还不太清楚的话 没关系 你再按F8 足行足行 去检查程式 这个也是一个 还蛮重要学习VBA的一个小技巧 OK 所以请各位试试看 刚刚的 增加部门的部分 难度其实蛮高的 那我也有把 写完的程式放在第四页 黄色区域的部分 基本上就是修改过的 OK 那请各位试试看 呢